出汗是人体正常生理反应,但出汗过多则是异常,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交感神经形困性增高所致。 现代人常有手脚多汗的现象,医师上称作局限性多汗症,西医常选用一些抗乙线板减药物,但疗效一般起有副作用。 中医也十分重视人体的出汗状态,中医时问哥,中手剧便是,一问,还热二问汗。 中医认为,手脚多汗大多因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,因为在中医中,脾胃五行属土,属于中胶,同为气血生化之源,汗属经验,气能生筋,脾胃有润水化湿的功能,脾气势则不能固受汗液,导致手脚新出汗,对于脾胃削弱者, 日常可用一米,沙澳,红枣,莲子等有健脾作用的食材好久服用,平时也可选用黄旗作为带茶饮,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。 但若手脚出汗同时出现大变息,笑变心肠,脾胃怕冷,面色绍滑,则是脾气势发展微脾阳虚,此时,应服用一些热性药物或食材,包括羊肉,兔肉,洋葱,生姜等,对于食补无效的人群,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一些忠诚药, 书生灵白书散,补中医气汤,食品银等,还有一种手脚新出汗要警惕,出汗同时五心烦热,两手两足心发热,并自觉心胸烦热,且夜间出汗明显,此为中医中的倒汗,多见于长期熬夜,生活不规律,更年纪等,倒汗病机是因虚火旺,鲜血不足,欲上术气虚,杨虚相反,此类人群应食用养银生金的食, 食材,木耳,银耳,百合,山鹅,甲鱼,海参,鸭肉等,这些食品性多数寒凉,都有滋补机体阴气的功效,若到汗同时出现腰吸酸软, 一经,头与耳鸣,全红等隐湿症状,可服略味地黄丸,支白地黄丸,等滋印的忠成药,相关连接,和骨学,位于虎口处,大拇指和食指根部的中间凹陷处,和骨抑制大肠经济水汇聚于此,形成墙上的水势风气场,现代研究表明,暗柔和骨壳水汗线收缩, 有明显的主汉效果,操作时用一手的大拇指,用一按揉对侧手的和骨学,力度一有分张感位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